换个焦点 五国向中国订购的首批20万剂康希诺新冠疫苗 今天早上7点50分顺利抵达西隆坡国际机场 根据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发出的文告 马航MH361货运飞机今天早上从北京起飞 将这批疫苗再送到我国 至于订购的其余330万剂康希诺疫苗 日后将会分阶段运到我国 文告也提到 这批疫苗希望能够帮助政府加快推进疫苗接种速度 尤其是给偏远的地区的民众注射 由此减早达到全体免疫目标 五国药物管理局今年6月份批准康希诺疫苗 有条件注册投入简洁使用